嗨,大家好,我是Oma 很多人谈到养老退休 可能会先想到的是一些安养机构或者是引发公寓 可是呢,要让一个长辈从原来熟悉的环境 搬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一定是相当的不容易 而且费用上面往往会让人觉得是比较负担的 也因此呢,现在在美国有推出一个退休实验社区 让每个入住者呢,进去都可以安心的过完人生下半场 如果一对夫妻小孩都在外地 其中一人先过世 留下的人该如何独自生活呢 在美国除了高级养老院外 市面上还有一些比较平价的安养机构 但限定只有低收入符合社福身份的首领者才可以入住 中产阶级夫妇很难找到适合的机构入住 在顶级奢华和辅助弱势之间 首领居住空间有没有更多元的选项 在波斯顿一个新的首领社区 Opus Newtown 专攻62岁以上中产阶级收入的人入住 房型分为一到两房 每户都会配备完整的家居家电 让住户可以在如同自家的环境独立生活 而非像是入住机构 但不同于一般的房地产买卖 住户并不拥有公寓的产权 他们在搬入时需要先缴一笔入住费 并签订终身契约 倘若住户日后要搬出或离世 社区在扣除照顾花费等相关费用后 将退还部分的款项 另外为降低安养机构大量的人士成本 Opus Newtown的解决方法是 邀请住户成为营运团队的一份子 每个月当10个小时的志工 借此降低正值人力的支出 居家医疗服务更是这个实验社区的另一大特色 有别于一般安养机构通常会在院区内设立医疗院所 Opus Newtown则是与居家医疗单位合作 将医疗与照顾的服务送至住户的家中 当然住户也可以参与这个社区所举办的各式课程 包括文化、艺术、科技以及皮拉提斯等运动课 如此一来 首领者可以和不同世代的社区民众有自然的交流 而非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园区里 退休实验社区呢 它是运用既有的社区旁的腹地再去做一个扩张 那这对很多长辈来讲 它可以更无痛的移入 那这样它也意味着它不需要去放弃原来的生活嘛 这对很多台湾的长辈来说尤其是重要的 另外呢在人力志工部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概念 因为它有点像是时间银行一样 每个进来的人呢 他都有所付出有所累积 未来呢也有机会被别人服务到 那尤其是全球现在都面临缺工的问题 尤其是照顾老人的外籍劳工 以后只会越来越难找 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呢 确实可以大大的降低人力成本 那以上不论是从地点上的选择 或者是人力上面的配置 我觉得都是可以作为 就是未来台湾在做英法公寓一个很棒的接近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见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场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